字幕君 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悟心 那我好久沒有拍Vlog啦 那今天呢 爲什麽突然拍Vlog呢 那就是最近呢 呃 似乎很流行拍吃辣的影片啊 不管是吃辣泡麵也好 或是吃辣饼乾也好 很多挑戰吃辣 那其實有在關注我的觀眾應該都知道 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歡吃辣 而且我自認為還蠻會吃辣的 那因為也很喜歡吃辣的關係 所以從以前到現在都有一種一個夢想 就是想挑戰看看世界上最辣的辣椒 可是呢 最辣的辣椒的話購買好像不是很方便 所以說就推而求幾次 至少挑戰看看曾經是最辣的辣椒 所以說我就跑去網路上買了這個 這個叫做鬼椒肝 鬼椒的辣椒肝 那鬼椒的話根據我Google的資料就是 曾經也是世界第一辣 就是辣度一百萬度 而且 這味道聞起來還蠻濃烈的 所以不管它辣度多少總而言之 吃吃看就知道 那為了今天吃這個鬼椒的辣椒肝 我準備了這個一杯小小牛奶 還有一個特調的飲料 我們來吃吃看 這味道的確跟以前有吃過的辣椒感覺不太一樣 就是它的味道更加的重 先把它吞下去 不過我聽說就是 這種特別辣的辣椒 你不能 一下就吞下去 如果你一下就吞下去的話 你的 糖味會受不了 會讓你胃痛 所以說你一定要把辣椒 我 結果是打嗝 你一定要把辣椒給咬碎 為什麼我會想要打嗝 對 吃到很辣的東西 身體會有一種反射 會想要打嗝 還真的蠻辣的 可是呢 好貴 可是我個人覺得 還在我可以接受的範圍 啊 太過癮了 不過它的那個辣味啊 的確是因為辣度太高 太強烈 後勁很強 所以在吃的過程當中 比較沒辦法享受到它的香氣 嗯 真的 這是我從小大大吃過 最辣的東西 不愧是鬼椒 你看 真的很辣 所以必須要說的是 唉 各位 如果你不是善於吃辣的人 建議還是不要輕易嘗試 這個 如果你不是真的 平常只有在吃辣 可能這個吃下去 會讓你完全受不了 好 好 該來繼續講一下 剛剛我前面 我忘記講一件事情 為什麼我不會挑戰一下 麻辣泡麵 什麼 X 韓國第一辣泡麵 或者是18X 什麼什麼 餅乾 因為我很明顯知道 我吃那種東西我一定 會覺得不辣 呵呵 因為我平常真的是很喜歡吃辣 所以 我才會想要挑戰看看這種 非常辣的辣椒 因為現階段會讓我覺得辣的東西也只有辣椒 像這種辣椒醬啊 或辣椒粉 辣椒油 我就算加很多 我也不會其實說很辣 可是辣椒只有辣椒這種東西 才會讓我有感覺 好啦 那簡單的嘗試就到這邊結束了 這樣鬼椒真的是很辣 其實 我現在已經漸漸的平復了 真的一上來之後我會 很想把它壓制住 會差點忍受不住 不過還好 因為有習慣吃辣的感覺 所以現在已經把它壓制住了 OK啦 所以 簡單的Vlog就到這邊結束了 簡單的Vlog Vlog就到這邊結束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以後如果有的相關影片的話 就各位再繼續取代咯 謝謝大家 各位拜拜